大家好,我是顾爱修餐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向方大摊数,美景能源 那么呢,这两只个股同出现高位失智新 谁主力洗盘的概率更高,谁主力出货的概率更高 到底谁是主力洗盘的还是主力出货呢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咱们做个对比 就说呢,很多时候呢,没有比较就没有优劣,没有长短 那么比较的分析呢,大家会更清晰的去判断它的强弱 例如像方大摊数 那么方大摊数的话呢,那么在 相信很多粉丝朋友的话呢,应该是对这个个物件比较深刻的 而且不少朋友可能数字还有 咱们从7月8号以来到当前的话呢 实际上无形当中已经什么了 已经50几个点,我们来看57 意思呢,从7月8号以来到现在的话 已经接近60个点的涨幅 这60个点的涨幅的话呢 其实只要秉持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底仓的部分 持股不动 最起码呢,你的有一部分仓位是可以把握住这 接近60个点的收益的 那么底仓有的朋友会关心底仓和浮动仓位怎么去控制 其实呢 一比一即可 打个比方 一支个股 那么呢,如果说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值得用这种方式去操作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什么呢,要么是行业龙头或者是分支龙头或者是属于方向是属于主流方向或者说未来有预期 行业未来有预期 各的基本面或者是各方面都比较相好 然后技术面呢,刚刚走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咱们拐点的拐点的时候 就那五十三三十一百四十零局限 量能MICD呢,经常刚上零柔 处于拐点,拐点之后的话呢,进行长时间的跟踪 跟踪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折磨人的 而且呢,我据我所知呢,有不少朋友呢,可能在这样的节点 哎,就跑掉了 有的朋友呢,在这样的节点跑掉了 有的朋友在这样的节点跑掉了 有的朋友呢,可能在这样的节点跑掉了 有的朋友呢,可能在这样的节点完全跑掉了 跑掉了 就是呢,自分之争论能从这个从去二八号以来到今天 占的比比较少 这是一种规律,什么规律呢 今天我看到有粉丝问到说 为什么很多时候牛股就是拿不住呢 这是符合人性的 就是呢,没有一定的方法 所以保障之前一点风吹逃动 中间的震荡 中间的小的调整都会影响自己持股的一个心态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这一次购物当前怎么去判断呢 首先我们做个对比什么对比呢 他当前定位咱们在上午的时间呢 给他讲的,他是定位是属于祖生 他当前是属于祖生的阶段 那么组成阶段以来 其实从准确的讲 从这一轮起涨以来到现在为财并没有经历一次非常像样的调整 他还属于这样的一个由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斜率啊 他的斜率是属于什么呢 由前面的直跌水平到什么呢 到还涨 还涨之后的话呢 当前的走法呢 是属于加速的一个走法 那么加速走法的话呢 对应的 他后面的一个剧情 如果后面就行了像像昨天涨停今天呢冲高回落给出高位十字星 十字星的话呢 方量 其实这个十字星呢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有一些相信像 有一些相信像呢 更多的是什么呢 有短线资金 出逃 同时呢也有资金接力 那么对待之类个股的一个观察点 他就类似于像美景能源哪个位置呢 我们来给他做一个对比啊 像美景能源 类似于前面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长下影 这个位置呢 是长上影 其实呢 个人认为呢 可能更类似于这样的节点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像美景能源走祖神之前 他对呢 也是一个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 中处延伸 期待向上离开断 这是大的一个日线结构 日线结构呢 咱们前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演的时候呢 也是讲到 在他没有走出相当离开断之前 是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中处延伸的 日线中处延伸的话呢 对应的当时是属于相当离开断的做法 那么相当离开断的做法呢 这个位置 回撤一下 回撤一下呢 当时对应的 他业绩是提振的 只不过呢 后面之所以有这一波主生加速的话呢 是因为 整个 轻能源方向呢 得到市场的一个炒作 然后呢 他作为轻能源的核心龙头 然后走到这一波 走到这一波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 对应的话呢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呢 冲高过度出现这样的震荡 震荡过度 咱们当时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对于 这一只个股的定位 他作为龙头 作为有足够的人气 人气在 而且呢 当时他下方的这样一个筹码 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说呢 意思死不了 死不了怎么办呢 后面贴的武军 还是他的观察点 那么只要说就贴的武军 因为呢 从8月1号 这一只口 咱们是 其实呢 从 7月份 就有反复的去讲到 那么8月1号的时间呢 当时也是一个重点 讲到他是属于 这个位置回落 当时给的一个参考位呢 是8元附近 不破的话呢 对呢 反而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新的机会点 那么这一波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不少朋友 把握住的 好 那么这个位置 咱们讲到有几点呢 他一下子死不了 死不了怎么办呢 如果说有贴武军的一个机会点 其实是可以中 如果说守中 前面没有把握住的 就是那守中有的 可以呢 守武军 守都没有的 那么呢 贴武军是个观察点 但是后面呢 用强反暴的是要了 强反暴流之 弱反暴去之 都去看 那么第一次回吃的话呢 当时讲到守武军 武军守不住 那么可以先防 下方呢 实战不破 那么可第七实战是一个小的参考点 然后呢 从实战的军性的位置再冲高 冲高的话呢 像昨天 他的一个中道 中道的话呢 其实是和他前面的预报 是比较吻合的 没有就是一次上已经提前 有所反应 没有必要呢 太过于惊喜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波大幅上涨了吗 经过大幅上涨过之后 他前面 对应的 就是他的一个 业绩增长和前面的预报呢 是在预报的这个范围之内 就是不能 只能说 只能说是符合预期而已 符合预期呢 如果经历一波猛力的上涨过之后呢 就不用 不用气力 就太高的气力 他是一种堆现过的 对应过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 而且呢 从这个位置呢 回测再反弹 实际上 他的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 下方 7块5 8块9块 10块5的位置 从马上已经大幅度的减少了 减少过之后 当前这个位置呢 他的一个剧情 有下 有以下两种 因为当前 他的连续的两天的量呢 是放大的 MICD的话呢 当前还属于 死查状态 刚刚要经查 刚刚要经查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像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他的一个剧情 个人认为呢 更多的是 目前已经有资金出货 这是一个事实 只有这样的话呢 才能解释的通 下方的筹码 一个开始减少 他可能也面临资金的换筹 那么下方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一方面 这个位置防范的什么 而且大概会出现 我们出现的概率极高 什么呢 价格也新高了 但是MICD 我们来看红柱的 就是MICD 刚刚要经查 还没有真正经济经查 即便经济经查呢 这只是一个小红点 那么接下来的话 稍微力度 稍微一旦弱一点点 那么对应的 就是一个日线级别顶背离 日线级别顶背离 之下的话 那么接下来 他后面呢 对于美景能源来讲 个人认为后面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如果说强 景线位不破 走震荡 景线位不破呢 走这样的一个高位震荡的做法 如果这样呢 这还是建立什么 建立一下呢 建立在整个 轻能源 人流电池 后面呢 有不断的有消息驱动 就这样一波 主声过周 他的一个剧情 对应了三种模式 一种模式什么呢 是强者横强 强者横强呢 他对应的一定是 具有龙头的光环 同时的话呢 消息不断的提振 政策利好 不断的 不断的发生 他可能有第二波 甚至有第三波 这是大的一个背景下 一定是消息驱动的 一定是政策不断利好的 一定是资金不断的 这样的一个扎堆的 这是一种剧情 这种剧情的话 一定要看背后的情绪和消息 第二种视角 是属于高位震荡 高位震荡的话 最终要看选择方向了 选择方向 那相向选择方向的话呢 对应的 向上走 但是还要观察他的力度 一旦向下选择方向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顶部平台 低力不休 这是第二 这是第二种 第二种的话呢 其实后面选择方向 这是后面的时间 当下的可能在这个区间 就是说是震荡 这个震荡的节点的话呢 就是看他景象会破不破 那么第三种剧情是什么呢 第三种剧情是属于回落 反弹一下 或者突破前面高点 或者不突破前面高点 然而呢 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震荡走弱了 震荡走弱的话呢 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只不过呢 我们要结合呢 结合一个是方向 一个是个股本身 他的业绩的程度来进行看待 那么美景能源和 方大台数呢 首先美景能源作为 其能源的方向的龙头 方大台数都是什么系方向的龙头 都属于热点 那么呢 业绩呢都有提振 都有提振的话 那么所以说像美景能源 这个位置的话呢 他接下来会怎么演绎 会不会再给 不断的给出新高 还是说这位置走震荡 最起码呢 当他在冲高过程当中 只要说那力度稍微衰减 而且呢当昨天是对于业绩提前 有所反应 今天呢有一个冲高动作的时间呢 就是这个位置最高 是被是找套的 而且呢 咱们昨天 包括了今天中午的时间 今天上午的时间 该讲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冲高 实际上 只要不是这种强涨停的一个方式 实际上是要 找卖点的 而且呢 不要不要期待 都是会不会出现一字板会不会怎么样的 好 这是美景能源 就是当前的话呢 他下方是有 首先他是有资金出逃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冲高 回次再冲高 他是有资金出逃的 有资金出逃过之后呢 更多的是考验情绪化的一个东西了 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很坚定的给大家去讲 他的行情一下子死不了 死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大的平台突破 而且呢 是属于业绩和消息的一个提振 作为一个龙头光环 有人气有资金 好 而且呢 他的一个图形上面来讲 多周期 强试周期公正 月周日 强试周期公正 MSD 金插 零柔上方 红柱不断拉长 真的当下就不一样了 当下的位置呢 他的安全系统和这个位置相比 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个位置的话呢 最高容易被套 而且呢 后面要么是震荡 如果景象位一旦破了 可能就会走弱 景象位不破的话呢 大级别可能会震荡 等他靠近前面 地点景象位的位置 可能在这个观察点 有接力的话 这是对于美景能源的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 佐证 就是通过他来反射 方大探数的技术形态 那么这个位置很明显 这个位置的话 一下子死不了 可以明确的给大家 明确的这样去表达 什么表达呢 就像咱们在这一天的时间 给他讲到的时候 说什么呢 他虽然说呢 后面他是有一定的 就属于 整个板块发酿 整个消息驱动 有这样的一个涨停 但是当时呢 站在前一天来讲 咱们讲到一个视角了 一防范的是向上 偏离五军 浮动仓位 那么呢 找卖点 而且看他收盘 收盘看他能不收在什么位置呢 如果说他能收在这个 价格的上方 当时呢 最高的位置是十块八毛八 十块八毛八的 如果说能够收在什么 收盘能够收在十块八毛八上方 他视为墙 如果收盘呢 不能收在这个位置上方 对应的话呢 视为弱 而且呢 当时对应的一个节点 讲到十块 十一块三的位置 他不会是这一轮的高点 就是后面 即便有震荡 有没有回落 那么他还是有机会 再给新高的 只不过呢 第二天他确实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他连五军都不触碰 直接一个涨停板 那么像今天呢 高北十字星 那么十二块 起码五十个位置呢 个人认为他也不会是 发展探出这一波的高点 就是后面呢 大概的还是能够 刷新这个高点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第一 当前呢 他在一波组成 这一波呢 当前他的做法 就是一个组成的阶段 由前面的直接到环涨 环涨之后呢 到加速 这个加速的话呢 对应的 一 他整体的一个资金体现 来讲的话呢 是有资金的持续的 一个参与 就是他的一个人气 市场的关注度是提高的 第二呢 MSE来讲的 红柱是不断拉长的 然后越多数据工资来讲 越开线 MSE 金刹上林轴 强势状态 周开线 MSE 金刹状态 红柱 拉长 而且的话呢 本周 和上周 上上周来讲 他的红柱实体是增强的 只不过呢 像本周的话呢 他直接 涨幅21.8% 当前 唯一需要防范的是 涨停之后 第二天冲高 不能连百 就是偏 就是已经冲高的时候 就是偏低五军嘛 偏低五军就面对短期的调整 只不过这个调整的方式呢 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呢 类似于可以扶持前面这样的做法 一根大阴线下来 直接跌到五军 如果说后面出现这样的剧情的话呢 个人认为是加仓的节点 或者是低息的节点 是一个再次复局的节点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呢 如果说真的是 偏低五军修复的话呢 对不对 小阴小阳的这样的一个 震荡 震震个三天 震个两天三天 然后五军顺势上延 十三天军业顺势上延 最终的话呢 修复对五军的一个偏离 然后呢再冲高 所以说呢 对于发大贪数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像 如果说 从七月八号以来 只要说呢 你是属于这种低息的一个视角 或者是底仓的部分呢 可以我个人认为呢 依然值得去坚守 另外呢 从冲马的一个维度来看 冲马的维度来看的话呢 对应了他下方的这个获利冲马 还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明显 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呢 更多的短期 你说获利盘出淘 或者短期资金 有获利离场呢 很正常 这个位置呢 震一震 旗下也很正常 但是个人认为呢 他当前这个位置呢 他趋势是没问题的 好 这是对他的一个视角 就是个人认为呢 短期获利盘的一个 出淘 包括呢 加上资金的这种博弈 可能短期来讲 会有一个震一震 而且还要看整个周末的时间 那么呢像与时末期方向 有没有新的一些消息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持续刺激的一个因素在 如果有的话呢 不排除下周继续继续在发力 如果说那个比较平静一点 那么呢往下震一下 震下之后呢 如果说几条 那么就对应了立马出现买点 如果说呢 虽然震荡的话呢 那么震荡当中 那么呢也是 观察资金接力 以及那53相当 相当缓缓和下的偏离 再去把握 那么他的目标在什么位置呢 咱们其实在很早之前啊 其实在 在一周之前 就给他讲到过 讲到过呢 用当时是用月开线的一个视角 来给他讲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 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他的一个目标 对于呢 其实呢列说下方 低列和低列相连 其实下方 然后呢 10块钱的位置是一个 多空平衡 当时的话呢 他在10块钱位置附近 还没有突破 或者呢 刚刚要突破 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站稳 当时考验呢 能不能站稳 能站稳的话呢 他要向上的 第一先要看到14元的位置 14元的位置 能不能上呢 所有的目标也好 所有的支撑下 都是作为一个参考的 他不是没有 没有发生之前呢 只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所以说呢 当前这个节点的话呢 对于方大贪数 个人的一个观察视觉 属于底仓的部分 可以依旧守他的趋势 只不过呢 偏零五军 对应的顶多浮动 长远或者短线的一个视角呢 接好就收 因为那我看也有新的朋友呢 可能昨天 哎 干了进去 或者是前天干了进去 那么呢 像这种情况下冲高 不能涨停 其实短线 其实只赢掉 没关系 就是短线 你不要指望一个短线的 进场点 短线的一个卖点 就把握做大的一个旧一点 如果说呢 哎一直以来守他的趋势的 那么 我个人认为呢 孩子值得去坚守的 如果后面回落下来 那么呢 再把握他下一个低线的节点 好 这是方大探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做一个充分的一个对比 然后呢 之后总结 总结什么呢 就是一波行情 刚刚就是呢 第一波 快速拉伸过之后 那么呢 冲高过之后也是要防什么呢 列座 潜高附近 或者说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城牙基点 那么呢浮动仓位或者是软线的视角 出现这样的一个偏离 明显的偏离物均 当减则减 当应对则应对 但是呢 如果说本身就有龙头的光环 然而资金纪录比较深 冲发又下方的冲发 互利盘比较稳定 那么呢 往往第一次这样的调整 往往他不会不太容易死局 后面的一个举行的话 那那么强会怎么走呢 强 再一下 好 这一下的话呢 对应的 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再走强 这是一种剧情 弱的话呢 他也会出现一种什么剧情呢 回了下来 调的稍微深一点 调的深一点的话呢 再反弹 哪怕没有突破前面高点呢 他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结构 像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想要让他 因为前面这是一个日线中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扩张 形成了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三十分钟级别中枢上方呢 相当走的话呢 他的力度比较强 离开段比较强 到现在为止呢 连顶分也没有出现 而且的话呢 回落下来 他先不说日线级别三买 他先给一个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我觉得那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好 这是方大坛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咱们对比一下 就是很多说不对比 你是不清楚的 就像什么 就像美景能源 同样的在这个基点 他的出马 下个出马是明显松动的 这个位置的话呢 再加上 对应的煤炭方向的 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力 有这样的一个监管的力空 监管力空的话呢 那么今天冲高回落实际上就有一定的 这个这个位置的冲高回落 就有一定的悬念了 什么悬念呢 防范的是日线顶背离 你要看六十分钟的话呢 他 随时呈现六十分钟顶背离延续 但是你要看方大坛数来讲 六十分钟级别来讲 他也是没有顶背离的 如果说呢 接下来 对应了三十分钟级别死差调整 六十分钟级别调整 只要说呢 日线MICD死爬不了 对应了 他还是属于分钟级别的调整 不改变日周月强度 周期公正条件下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这是咱们就是对于写简单的方法的一个运用 所以说呢 两者想比较来讲 有的时候判断一只个股是 起盘呢 还是在出货呢 其实要知道 从多样性的 就是从完全分裂的一个视角 经过一波主声过之后 那么他的一个剧情 对应了推演方式 好 一种呢 如果说出现在那个震荡 只要能横得住 大概率是要往上去了 横得住 那么呢 就是呢 狗的白 这是一种剧情 就是呢 他这个横横盘的一个区间里面 只要横得住 资金换手 下方筹码就消失 在这位呢 形成新的筹码密集 最后需要选择方向 好 这是一种视角 所以说呢 而且呢 在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主要拉伸的过程中 军线都排在过程当中 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次 而且呢 如果说作为有足够的人气资金 然后呢 又这样的龙途的作用来讲 第一次回事 往往他的一个 不太容易一下子死掉 好 这是咱们讲的一个节点 希望大家会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 然后又比较了一个视角来去看 好 那么如果说手中有的 那听完之后呢 那么下周咱们 还是像方大坦数 还是会 死盘的时间 或者是盘后的时间 还是会 进行跟踪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有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 就这样不要去读 不要拿去追高 不要去轻易的 在一只个东西满仓了 好 而且的话呢 即便卖早了也没关系 最起码呢 你要从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 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如果说再遇到类似的 那么你能不能抓住 能不能更从容的去应对 这才是重点 好 讲到这个地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欢迎记得赞赏 好 再见